真的直销能让我们月入过万,还是欠债过万呢?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ELC频道 哇,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做影片了 so,在after MCO之后呢,大家各有各忙的忙工作啊 还是能赚钱啊,等等的 so,今天我要讲的话题就是 直销真的那么好赚呢? 真的直销能让我们月入过万 还是欠债过万呢? 哇,真的不容易 so,今天呢,我就要分享我的个人的一些体验啊 来让大家知道 你们真正想要加入直销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就是你们真的要加入直销这个行业吗? 嗯,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你的上线啊,你的leader啊,就会跟你说 你可以先做一个part time先 你放工之后有的那些空余时间就是 啊,你就去见人啊,推广啊,还有就是你的一些假期啊,你的休息日啊,都去做 去见人就是对了 讲真的啊,其实就跟保险行业或者是地产行业或者是做一些销售行业来讲 都是会跟你讲同样的东西,对 就是说啊,他们跟你讲这个是一个paxi income extra的一个额外收入 你有做,你就有多余的extra money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故事, right? 说真的,在这个直销行业里面的方面呢,你真的需要三种基本的利 那是哪三种的利呢? 第一种利呢,就是财利 为什么是财利呢?你必须要有一个extra的money 就是说你的工钱除出来之后的一些多余的钱 就是扣除了你日常所需啊,要供的东西啊,要还的东西啊,等等的这种东西哦 扣完之后哦,你的那个extra money 就是多数人说啊,我会把这一笔钱啊,几百块啊,会saving起来 每个月saving一年, let's say一个月,你存500,500块啊 so一年呢,你就有多少?对,你就有6000块了 so你那存起来的6000块呢,就是你的extra money 可能就是要来做那种emergency啊,急用的钱啊 还是你要拿来读书啊,进修啊,投资啊,等等的 就是会在这一笔钱里面挖出来,对 就是这一种财力,不会影响到你日常所需要,所要吃的,还的,等等的 这种额外的钱,如果你这种额外的钱呢,是真的很extra的话啦 对,你这个财力呢,才有可能帮助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呢,有更好的进展 是的,何谓更好的进展呢?OK 你加入指向行业里面呢,你不可能就说,我要加入,我要赚钱 你要怎么去推广给你的顾客呢?是,你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要先买产品来吃,你要买那个公司出的产品 你要自己亲身体验了,你才知道那个效果是如何 这样你才可以知道你要怎样去推给外面的人去接受这个产品 然后呢,就用公司教你的一些方式啊,行销啊,营销方式啊,来推广这个产品 怎样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个销售,或者是做到更好的一个业绩出来 这样子呢,你的leader啊,你的上司呢,就会很高兴 哇,这个是可教之财哦 大家赚到钱,大家都高兴啦,对不对 在财力方面呢,你必须知道你的实力在哪里 你的财力的实力是,你要怎么去运用这笔钱 你之前存起来的这笔钱,怎样去购买产品 进货,然后推广给你的顾客 要是你的财务管理方面呢,是调理得非常好的话啦 那,你在这个行业呢,是会做到比较顺一点的 反而来说呢,如果你的这个能力呢,是比较不太好的话 你会把你存起来的那一笔钱呢,全部都花光 对,你花光之后呢,可能还不够 你还要去用信用卡去刷刷刷,来买产品 只是单单自己吃而已,没有推广给顾客的话 单单买产品你可以,几万块是的 也许你的存款,之前存下来的钱,有几万块哦 全都花完了,或者是花完了之后不够用呢 你又去签新用卡,又签了几万块 其实,这样子签法的话,几万几万加起来 哇哦,不是小数目 如果你们知道要怎么去在这个行业去生存的话 那你必须要管理好你的这个财务管理 If not的话,那你就会破财 是 第二个例呢,就是 执行力是 所谓的执行力,就是说 你加入这个直销行业之后 你要如何去执行你的这个任务 让你可以赚取更多的 passive income extra的一个外收入呢 所谓的执行,你就是要plan好 ok,我要买这个产品 每个月,必须要用的费用是多少钱 and then,我怎么去推广给我的顾客 yes 还有就是你怎样去安排你日常的那些时间 工作之外的extra时间 你要去见顾客等等的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执行力 so,你plan好了 那你就要去执行 所谓的执行,就是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就是说你几点月了顾客,月了谁 一天里面你要月三个还是五个顾客 对,这种就是要你很有的执行的那个能力去做 那你就那个推动力 推动你自己去做 是,所以执行力也是推动力的一种 要是你的执行力不太好的话 你大概在花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时间呢 都是只是看而已 你完全是没有去plan你要去怎么走 要是你的上司呢 你的leader呢 没有跟你好好地坐下来计划一下的话 几乎呢 你的 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呢 的生存率 是很低 几乎是零的 你要执行 一定要有一个人推动你去 不要说是别人 自己就是最好的推动力 如果你自己也推动不了自己的话 你旁人是无法推动你的 所以执行力这一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都重要 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必须要有的 你必须要做 就是说 你要做这个事情 你就是要去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 不是去等待 别人去帮你 这样子就不是你自己的一个执行力了 那第三个力呢 是什么呢 忍耐力 好为忍耐力呢 在这个行业你需要非常的懂得如何去忍 对 你要去忍 你要赚钱 不是一秒钟里面可以做到 或是短时间里面可以做到 要一个星期一个月就可以赚大笔的钱 几千块几万块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不是赚快钱 也许有些执行公司 他们的marketing plan 是 呀 don't know 就你们自己去看吧 就每一个执行公司 他们的marketing plan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要看你们 是要向往的 是要一个赚快钱的 还是要赚一个 长久又稳定的一个执行公司呢 depends on 你们的选择 忍呢 你就是第一你要忍 就是忍你要赚钱的那个速度 第一个忍呢 就是你要忍耐你自己 对 第三个忍呢 就是你要忍你的顾客 是 所谓的忍顾客呢 就是说 你跟顾客交谈的时候 你不可能就 一堆而已讲完 顾客只是听而已 其实这样子呢 反而让顾客会更讨厌你 所谓的忍呢 忍顾客呢 就是 你要去细心的去听你顾客要讲话 他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你要忍着你要说的话 等顾客说完之后呢 你的头脑里面呢 转一转你就知道 你要跟顾客下一步要讲的话 是什么 你要推的东西是什么 你要推的哪一个适合的产品 是给顾客 这样子顾客呢 才会接受 忍耐力 何谓的耐力 就是yes 你要很有耐心 听顾客讲 是的 要忍着 然后又有耐心 忍着 是 赚钱方面也一样 你要忍着 也有 要有耐力 那你的收入 就会慢慢的增长 讲真 直销的这个行业呢 真的 不是一个赚怪钱的方法 你不可能在一个星期一个月 短时间内六个月或一年里面 可以赚取几十万的一个收入 这是不可能的 你要需要非常的一个很好的忍耐力 因为你需要去收集知识 你的经验 从中呢 快的话 可能是两年到三年 你的事业呢 就会有一点起步的看法 不然的话 可能要等到五年以上 那你们 就这个耐心去等待五年 在这个时间吗 要是慢的人呢 也许可能他需要达到 十年以上 才会看到更好的一个成绩 就看大家 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才去做这一个直销的行业 是 这就是我个人在直销方面的一些 经验的分享啦 虽然我在直销方面 外面不是有特别好的成绩 至少我从这个行业里面呢 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所谓的什么执行力啊等等的 这些的知识呢 是外面是有钱都买不到 所以赚不到金钱吧 我可以赚到我的经历 那就要看你们 加入直销这行业 到底是为了什么 好啦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喜欢我的影片没有 那你们就可以分享 给你身边的朋友们知道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祝你们有一个快乐的一天